各位读者好 我们今天就讲解一下压力容器的一个因例分析实例 这个压力容器的那个几何形状如这个图所示 这个几何尺寸已经已致 然后它的材料参数我们已经也也已经给定 下面我们就进入ZE软件对这个结构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进入PAD模块 然后单击CREATE PAD按钮 然后在弹出的这个CREATE PAD对话框当中 修改我们需要的名字 NAME 然后选择轴对称 然后DEFORMBLE SHARE 然后大体尺寸选择是4 然后单击Continue就进入了一个草图模块 如图所示 在草图模块中 我们单击CREATE LINE 这个按钮 然后选择创建 这个现在70点 70坐标 是0.7751.2 然后0.775 0.75 0.775 0.775 0.775 1.2 同时 然后单击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 CREATE ISOLATE ISOLATE POINT 这个按钮 然后根据提示 分别创建 分别创建 0.2 0.0.205 0.1.2 0.8 1.2 0.85 1.2 这几个点 然后单击鼠标 大按钮 然后选择 CREATE ART 然后根据提示 先选择 终点坐标 然后分别选择 这个的 圆弧的起始点 和终点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定义的这几个孤立点 ISOLATE POINT 然后分别建立好 然后我们就建立好了这个坐标 建立好了这个 那个草图模型 然后单击鼠标 DUN 然后我们就 完成了这个模块的建立 定义好了这个部件之后 我们需要进入 我们就要进入材料模块 在这个Modular 后面选择Property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材料模块 在材料模块当中 我们首先是要需要建立这个材料 然后我们先进入材料模块 我们单击create material这个按钮 然后在弹出的create material对话框中输入材料名称 然后选择mechanicalelastic这几个菜单 然后在 在这个菜单的下面输入分别输入这个材料属性 然后点击OK 然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操作 单击OK按钮 然后就创立好了材料 然后我们继续就是需要创建的就是截面信息 然后点单击create section这个按钮 然后再输入我们需要的这个section的名字 然后选择solid homogenous 然后点击continue 然后在edit section里面选择 就是我们已经默认的这个material 再进行OK 然后我们就定义好了一个简面属性 其次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简面属性进行对这个部件进行复语 然后单击assine section这个按钮 然后根据提示框的提示 我们需要选择这个部件 需要选择部件 然后单击鼠标当按钮 然后就完成了这个 这个材料属性的一个复语 再往下我们就需要进入这个组装模块 进入组装模块之后 单击instance part这个按钮 在弹出的instance part这个按钮当中 选择我们已经创建好的这个部件 然后单击OK按钮 然后就创建好了 给这个部件创建好了一个实体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需要进入分析部模块 step 在工具箱中选择create step这个按钮 然后在create step对话框当中 修改我们需要的名字 然后这儿我们是用默认的这个分析部名称 就是step1 然后类型是选择general general static general 单击continue 然后默认 在editstep当中默认我们 也有的一些参数 然后登记 登记ok按钮 然后就完成了这个操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在editstep 然后在editstep对话框当中选择ok 然后就创建好分析部 这次我们就需要进入一个施加载荷的这个模块 先做load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个 因为它是个轴对称问题 我们需要对这个 沿着轴对称 沿着轴的这个方向上 施加一个均步的编辑条件 施加一个轴对称的一个编辑条件 然后此外在下部进行固定 然后我们先 单击Create Boundary Condition这个按钮 然后选择 Symmetric Symmetric 对称非对称和这个 类型 然后登记Continue 然后选择数值的这条边 然后单击鼠标DOWN 然后因为它是沿着 X周对称的就是选择一个X X对称这么一个电话框 然后选择OK 然后我们就定义好了这个 左对称的一个编辑条件 然后我们就同样的方法是 先选择这个 Create Boundary Condition 然后选择下部 然后定义好了它这个固定约数 然后再次我们就施加一个 载荷 单击Create Load这个按钮 然后同样载荷实加部是需要是在step1分析部当中 然后登记Continue就进入了一个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就是如图当中红色的这个区这个边 然后选择在鼠标中键选择鼠标中键 然后在弹出的Edit Load当中输入施加的这个压力的一个复值 然后单击OK 我们就完成了载荷的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需要的就是进入了一个 画分网格这么一个模块 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个independent的一个部件 所以说我们选择part 然后选择seedpart 嗯 seedpart这个点 然后在每条边上都适宜 选择 不图所示的边 然后在那个local seed的里面 就是把number 然后数目分别选择是30 然后同样选择其他的边 同样的方法选择其他的边 然后就把种子复杀好 然后再一步就是指定这个单元的类型 单击 seed element type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当中 选择standard line 然后轴对称 应力 然后 然后选择这个code 二次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创建好了就是 嗯 单元的类型 至此就相当于我们已经建立好了这个模型 往下就是需要进入 提交任务 选择进入 这个分析部模块 然后单击create job 然后单击create job 选择 这个我们已经建立好的这个 部件 然后单击container 在弹出的edit job当中 默认以优的选项 然后单击ok 下面我们就进入job manager当中进行任务的提交 然后我们选择summit 然后就把这个结果进行提交分析 然后计算结果出 计算完成之后 我们单击vedart 就可以观察我们计算特别的一个结果 你发现这个 这个job manager当中的一个状态发生的变化 就是submitted变成了 然后发现计算 计算完成之后 选择without 就进入了一个后处理的一个阶段 在进入在后处理模块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后处理提供的各种各种功能 然后观察它的变形后的一个形式 发生了一个结构的变化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划分云图 就是描述那个云图等这些结构 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参数 至此我们这个关于轴对称的一个压力容器的这个结构分析 就到了这儿 谢谢各位